大家好,我是乐乐爸爸 今天喝点酒,不胜酒力 我们这个楼下水管堵了 然后我帮着联系,然后疏通了 得到了表扬,然后挺高兴的,喝了点 现在这个屋叶来了 帮忙从三楼开始搅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屋叶还挺称职 这个从三楼玩笑 这样的能避免有那塑料管来给搅碎 它搅的这个是什么啥呀 是铁管,这属于铸铁的 可麻烦了这玩意 这咋回事呢,是主管道把堵了 现在正在楼下通 好几层往下通 哎,这会怎么弄水 老房子就这样了,现在就看 这一堵就全堵,都必须得被人提高 你看这个屋叶平成30米 哎,这叫舌着的,笨拐人的 要往下送的 一直也得送到楼里边的 其他30米 哇,这两个包子,晚上吃包子最高的 好,吃个小堵 再来瓶酒,这个小堵之前那个 要堵的,然后老板给了我一份 这个小堵早上让我媳妇抠一会儿和孩子吃 然后一共会吃的,味儿特别香 来个包子,来个松车小堵啊 下酒神气,嘎嘎地啊 再来个大葱,喝点小酒,没事 刚回来,大家看到前面这一段,是由于我们老房子的主档 然后堵了,跟大家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吧 就是说现在,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 这样的人非常多,在我们这个楼 而女都不在身边,很多都不在身边 就是说这一堵啊,他们由于就是说年龄大了嘛 上楼下楼也不方便,这个连续起来啊也不方便 就是说堵的这个下酒盘,做菜啊洗菜啊都不方便 所以说呢,今天我呢被表扬了 被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被表扬了 我们这个楼呢就是老龙化比较不动 可能这也是咱们中国的这么一个素颖 很多年轻人都不适合父母在身边 所以说呢有一些事儿啊,真的自己处理起来还不容易 是不是啊,所以说跟大家交代一下之前这个视频是怎么回事儿 刚回来,虽然菜比较简单,但咱画面咱不能差点 三个盘子拔了碗,对不对 总给大家带购的这个东西啊,自己还没吃过的 今天尝着这个松人小朵,非常好吃啊 就切的时候这个味儿就非常好,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咋说呢,自从这个房子卖了之后啊 我们这个就我这个经济压力啊也小了很多 然后就是承访大家信任我吧 我这财运还上来了,比我这个开车挣得还多了 非常感谢大家了,就是说长期以来对我的认可有支持吧 现在是12点多了,喝点小酒 这是前几天剩的这个啤酒,有的时候睡不着觉 喝一点有助于睡眠,然后喝一点,就着这个咱的小朵 是不是,来点大葱,老西洋刀 你看还有庆人,先敬大家一个 哎呀,还有几种酒 我就不拿快了,直接吃 就这个小朵啊,喝点酒 再越压好没有,没质了 什么呢,干肠,切的薄薄的片 喝酒越嚼越小 再来点红肠,是不是,肥肉相间的 老好,虽然没有吧 想象一下,一样,是不是 这小 太晚了,就是把这个早上的包子烫一烫 一样,咖喱 今天就算奢侈吧 这样才挣钱了,毛巾了 人讲话呢 三求三富过的老,对对对对,真是某些 之前呢,有的人就说呀,你压装修挺好啊 成天卖餐,怎么怎么样呢 我家以前是还行 但是现在问题是现在也不好吧 此一时彼此,对不对 不好的时候就说不好的话,但是人呢,只要不懒 就是说你勤奋点 老天早晚有一天还会眷顾你,就像我一样 我挣不着大钱,努力,挣点小钱 不坑人,不害人,就行吗 这小肚吧,小肚就酒吧,越喝越有吧,好吃 喝点酒吧,哎,能睡着觉 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是十年 哇,爽 这一个小肚,二十八块钱呢 说实话,我们好像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就过年了吃,好长时间去吃 你说谁不愿意吃好龙面啊,有没有不愿意吃 很多时候不是不吃 你说家里都是这点,你不得挤点老婆孩子吗 对不对,这那少,你还得跌一跌嘛 再给跌八点 有的时候就是,看似这个东西吧 不算太贵 但是你要是照顾的面一大 自己本身挣得少,你没办法 所以说平时我都不舍得吃 谁不愿意吃好东西,对不对 紧着孩子,紧着媳妇 再有点就给爹妈点,是不是 然自己年轻 以后吃好东西的日子咋会儿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呀,有的人说我瘦 我不是饿的 我呀 我呀,是从小 就是说,你现在很吞呢 没事管我 基本饱了就能把这个疲惫给上热了 所以说,我就先在市场 懂了样,就不吸收,不能吸收 所以说呢,好东西吃不吃多少 吃了也不找 索性就不吃 今天呢,就是体道性 让这个大爷大娘 叔叔还一个表扬 在我们的一个设计群里 也表扬我 说那个 女生界啊 那个从下属于在跑来跑去 去幸福地为大家服务 实际上,我就是说 还有一句话,我有的是理性 我只要能做的,我都为大家做 就是有的时候跟家里 跟钱要充足,实在没办法 那也得请大家原谅我 就是无论做得多好 我会有可能不接受你 但是呢,我拥得 大部分人的认可 我都知道我 你不可能让某个人都能认得你 有的时候啊,就是 我就觉得 人只要是问心无愧 堂当正任何做事 就不论别人说我啥 我都不说 真的 我问心无愧 我没做啥坏事 所以说呀 干杯吧 敬打架 喝家酒 能睡着 干 来 主要给大家摆线一下 我带过这个小肚啊 做的广告 大家能看着呢 其实吧 真的挺好吃的 打说呢 我看那句话 哈尔滨的这些品牌啊 都大同小异 就是说 公益啊 它都是说这个熏制 国务熏制 你要如果说 不看颜色 单单的不看颜色的情况下 就是说红肠的外皮 我就给你都切碎了 切成小块 给你放在盘子里 你要是能吃出来 它是谁家的 它是谁家的 我就算你是美食家 就是一般的情况下 红肠 单肠 还有小肚 就是说吃吃上的口感都差不多 然后呢 都是大牌子的前天下 你说你吃谁家 对不对 当然是谁品爱谁 这口感好吃这家对不对 你要是相差非常大 那咱别说了 那肯定是 我认识多花钱 也得买这个好货 问题是 你吃的口感都差不多了 你还卖那么贵 这贵是怎么回事 羊毛出来羊神人大广告 他最后都得夹在这里 你说对不对 我就是正常说话 就是说咱老百姓 你厂家也没给我移动钱 就是说包包费 我能为啥出了这么多事 就是这个东西吃的都差不多 所以说呢 这个便宜 咱们能有折扣 就带过他家 现在说 今天说他家要有折扣了 给咱从头下 那我也可以带给我别人家去 那没毛病 对不对 现在问题是别人家都不打折 咱口感都差不多了 那咱肯定就是买一个打折的 对不对 这样的没毛病 最后一口三杯 咱俩俩俩